OK 好 谢谢 我们都是喜爱真理的人 都是寻找真理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选定约会这个题目 因为关于约会的研究 还有关于罗威恩 Ron Wyatt 他发现的约会 还有跟耶稣的 受 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 真正耶稣受钉十字架地点 跟在那个时候 地震裂开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跟约会有什么关系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题材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说是从头到脚 深深被震撼了 这是好像鼠林的脊椎骨 完全被这样子从头到脚震了一次 OK 那从那个以后 我们就开始了研究这个约会 这个主题的旅程 已经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了 因为那里面牵扯了太多太多的细节 太多太多的细节 那研究这一类的主题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对于 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个 the love of the truth 爱真理的心 那么当我们有这个爱真理的心的时候 就好像吃好吃的东西 你会越吃越饿 越吃越饿 不会那么快就饱 那个吃到好吃的东西 那个胃未必会被刺激 胃口又打开 又想要吃更多 然后呢在吃的时候呢 又觉得又更好吃 又想要更多 所以有一种所谓的圣洁的不满足 有一个圣洁的一个渴目 一个圣洁的饥渴 想要知道更多更深更狂 因为对于神的道 神的真理呢 我们是这样子的深深的着迷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研究这个约会 跟Runwire的这个约会的发现 最主要的动机是在这里 那经过这个的研究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发现说 研究约会 这个主题呢 没有其他的主题 像这个研究约会 这个主题这么令人兴奋 而且这么让人着迷 而且这么多的启示 跟亮光在里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主题牵扯到 创世纪到起诉 全部牵扯到 光是从摩利亚山开始 从那个亚伯兰 献以撒的地点 到那个索罗马 建圣殿的地点 到这个至圣所 Holy of the Holy 现在到底在那个 所谓的Dome of the Rock 那个上面 Temple Mount的什么地点 然后呢 包括这个约会 是长什么样子 约会的摆设的方位是什么 然后呢 为什么说约会是神的宝座 在地上的宝座 还有呢 就是那个 他真正 耶稣真正这个所谓的 圣经里面讲的 孤陋地在哪里 是天主教在讲的 那个叫做 Holy Sepulcher 那个地方吗 还是所谓的 大马士革城门 对面的 The Garden Tomb 就是那个 戈登将军 Gordon所找到的那个地方 那 那因为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在 就是 耶稣在石架上 被罗马 兵丁用枪毛刺到 刺进去 他肋旁的时候 水跟雪流下来的时候 到底是流到地上而已吗 神儿子的雪 这么宝贵的 神儿子的雪 是就流到地上去 还是流到哪里去 那如果约会被找到的地点 是跟这个有关系的话 那是实在是 令人太震撼了 他带来的那个启示 让我们对这个圣经里面 更新一层的研究啊 就打开了很多很多亮光 所以呢 然后这里面还包括 罗威 罗威 他说 那个 耶稣的雪 他在约会上面 找到了耶稣的雪的 拿去实验室 去做的那个 检测报告里面的 他染色体的树木 那么这些 牵扯到圣经里面 讲的说 神为他儿子 爱子 耶稣所做的见证 是 比世人所做的见证更大 就是 天父为他的爱子 亲自所做的见证 在哪里 所以这个种种种种的 实在是 就是为 为什么我刚刚说 研究约会这个主题呢 是会让你非常的兴奋 非常着迷 而且是 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亮光 那这里面因为细节很多 我们也 不能够说 在一次 很的特会里面 就把它给 讲出 很粗略 或很快的 把它讲完 这样子的话 大家那个震撼度 不够 还有那个张力也会不太够 而且那个得着就不会那么深 所以我们会分几次 所以这一次 所以算是第二次 那下一次可能还有一次 第三次 那么随着这个 1980 八几年 那个Runwire第一次 把他的发现 跟世界公布以后 那么就有很多的批评 很多非常多的批评 也有 但是呢 相对的这么多年来 也渐渐有更多的新的资料 被 现在就被公开出来 而且呢 也有新的人证 证人也新出现 那么今天 我们所找 请来的这个 Henry Gouvern 牧师 他本身就是一个关键人物 那这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谈 他跟这些事情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特会是真的很难得 很难得 好 那 所以呢 你们来这里是 绝对值回票价 请你跟隔壁讲 绝对值回票价